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趣地横跨了东部和西部的时区 在12点钟的时候 凌晨我们过除夕夜的时候 来到了LA 所以我个人觉得 在我飞机上 我也在我的微博 发了今年的第一个心愿 就是能够预测的准确 能够交易的更准 我相信就是说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最近的一些变化 因为投资人在2011年 我们都经历了一些成功 也经历了一些失败 在我这里这个节目当中 我从来不说大话 我相信我的成功率 应该在70%到75% 我还是跟我投资 我们的会员说 我们这个职业 更多的是靠天吃饭 如果大盘冲 是一个很好的牛市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股神 如果大盘不是牛市的话 我们就是天天听抱怨 听意见 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过去的一个月当中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如果在1月15号之前 我曾经强调过 逢低就是买进的机会 那大盘在12月份 走得还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特别是一些中小盘的股票 比如说中国的人人 中国的当当网 中国的新浪 很多很多 TCOO 这些股票 那么过完新年以后 这些股票都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涨势 包括像今天新浪 上周我们讲到的时候 63breakout的话 将会冲击前期的高点 那么今天到了67再度回到63.55最低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是我们买进的机会 在1月15号以后呢 我再次提醒投资朋友呢 1月828号以前的大盘不会做特别大的调整 那么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我的预测呢 再度的准确 那么从今天周一来看的话 我认为1月28号左右呢 我们将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为什么这样说呢 华尔街的重头刊物 Barrons在这个本周末呢 这个隐形的神秘人呢 再度出来 他说认为这个大盘呢 只会上涨2%到3% 那么待会我们也会看我们这个图形 今天欧元呢 再度来到1.3053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在爱云期权上也看跌 在我的微博呢 也讲到 我们做交易呢 不是赌博 我们更多的是 利用我们的技术分析的来赚钱 所以当我们获得成功的时候 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兴奋 非常非常的快乐 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呢 我们更多的要总结经验教训 这样才会更好的去做 这个为未来的交易呢 做准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今天的行情呢 是平开 随后呢 高走 然后再度回落 再度反弹 这个行情呢 似乎呢 市场上呢 更多呢 是在 在主力面 更多的是面临很多的这个犹豫 那么我们也不排除在近期 1月28号以前呢 附近这个区域呢 江恩时间之窗 我们大盘的面临一个 急速的向下的调整 这种风险呢 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 我请投资朋友注意 今天的题目呢 是谨慎 使得 万年船 那么我们也是要 让温人王的 距今华尔街节目 继续发扬光大 做到这个大盘的准确 让大家呢 天天来看我们的节目 那么在此呢 我提醒大家 谨慎 谨慎 现在大盘呢 已经来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现在该怎么样 还是一句话 半 就是单边四围 你不能做空 因为这个大盘呢 还是非常非常强 但是呢 应该出场部分的股票 能够出场的就出场 像今天 6.55买进的 Bank America 7.25 7.33 7.44 卖掉 我们还是有机会 再买回来 如果继续涨 还是我上次讲的 向Amazon再度回到50天 和它的颈线的 这个支撑点 那么 新浪 63 附近 还是有机会 所以我认为 大盘天天开 我们有的是机会 不要说 我卖掉以后再涨 你看 我忍又错过机会 我们又卖在最高点 这是非常非常失误的一种心态 首先我们来看图一 图一呢 我们可以看到标普呢 现在来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压力 在1322附近 这是两根趋势线的压力 那么在这个压力点呢 我们依然可能会盘整 本周呢 是美联储的利率决定 我相信大盘呢 是为什么跌不下去呢 是大家期待着一种量化宽松的出现 大家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呢 失去这个机会 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呢 是纳斯达克今天走势非常非常好 但是呢 从今天的大的十字心来看 把周四的这个缺口呢 给填补以后呢 再度面临的压力 长十字心 包着前面的把缺口补完以后呢 我们不排除是短期的压力 那很简单 我们的心里呢 可以take profit出去 然后再等回调的机会 如果说break out 我们再等机会 第三张图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欧元呢 来到1.3053 欧元呢 再度来到压力 我个人呢 继续看跌这个欧元 这个看涨黄金 但是黄金呢 是下降期形 我现在认为 黄金会走低 欧元会走低 美股会走低 短期会走低 我们在等待机会 cash是最好的机会 好 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我希望每天呢 来大家 为大家呢 来做很多很多的分析 特别是能够跟上这个timing 那么我们中文投资网呢 也为大家提供 这个免费的技术培训 我们最近刚刚推出一些 很好的美股和外汇的信号 欢迎大家呢 打这个电话 然后呢 我们会在盘后呢 有很多老师呢 为大家做免费的培训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